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由两个最重要的要素组成的 一个是人,一个是事 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幸福或者烦恼 快乐亦或忧愁 其实都是源于人与世的纠缠和共振而产生的 人生若是一首交响乐 那人和事就是这个乐曲的一个个的音符 人分你我,是有繁杂 所有的这一切就组成了我们的生活 甚至是整个世界 人的一生,首先要看清自己 然后是看透他人,最后是看开事情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看清自己都是一个极其重要,极其关键的事情 如果我们连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的话 这一辈子无疑就会活得糊里糊涂 浑浑噩噩 而一个自我认知都不清楚的人 也别想着能在生活中准确地找到属于自我的位置 更不会活得有存在感,有价值感 对自己无知的人,要么时而自大 要么时而自卑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自作聪明 做出许多令自己懊悔 被别人不耻的事情来 看透他人 更是凝聚了一个人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智慧 举杯幻展之间的亲密和你好我好的寒暄之中 其实是看不透一个人的 只有当我们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 也同时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才能够看清一个人的本来面目 生活之中 往往会有那么一些人 表面上看上去是很聪明 很灵便的 实际上 一到真正的事情上 却是是非不明 糊涂至极 这样的人只是小聪明 小心机 其实他们的眼界和胸怀是极其有限和狭小的 根本没有什么人生的大智慧 而且这样的人大概率也是不善良的 极其自私的 看透人 是一个人必须要学会的本领 这需要我们具备一双慧眼 也需要我们懂得去观察和思考 看开事才能活得豁达 也才能与这个是是非非 纷纷扰扰的世界达成最终的和解 人生之事 顺人心者不过一二 我们的生活中 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纠纷 很多时候 也真得很难分出来个你对我错来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而是充满了太多的灰色地带 预示尽量看开一点 才是我们能够活得敞亮一些 开心一些的终极法宝 人生终究没有过不去的坎 只有想不开的心 让我们从此刻开始 审视一下自己 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看清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尽最大可能的触及自己的心灵 发现自己的内心 重新给自己一个评价和判断 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对于他人 我们则要多一份观察和思考 也多一份冷静和理解 我们一定能够更好地认识他人 从而发现一个和我们或者类似 或者完全不同的内心世界 而对于我们生活中 那些发生过的 正在发生的 或者是即将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们需要敞开胸怀 打开心灵之窗 无论是好的或者坏的 我们都要用一颗开放的心去面对 如此 生活中的一切都会自由起来 生容易 活容易 生活不容易 且行且珍惜 在人生的长河里 婚姻就像一艘小船 在这两个人 始向未知的彼岸 对于家里的孩子来说 找对象结婚 不单是两个人的事 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老一辈常说 门当户对是硬道理 但时代变了 咱们看的也不该 仅仅是物质上的门当户对 如今 我更想说 子女婚姻里最大的不幸 往往不是对方家里穷 而是遇到了那些 让人心寒的家庭 这四类家庭 碰上了可得留个心眼 观点一 缺乏尊重的家庭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在没有尊重的家庭里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常常伴随着指责和忽视 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人 可能不懂得 如何真正尊重伴侣 咱们要知道 尊重是婚姻的基石 没有它 在豪华的房子 也会摇摇欲坠 最热烈的爱情 会有最冷漠的结局 在选择伴侣时 观察对方家庭成员间的互动 是不是充满温情 和理解 这比任何金银财宝都宝贵 观点二 控制欲强的家庭 这类家庭 家长往往喜欢 事无巨细地掌控一切 从孩子的学业到婚姻 都要插一手 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容易形成依赖 或者逆反心理 这对于建立健康平等的 夫妻关系极为不利 咱们得明白 真正的爱是放手 让孩子学会自己飞翔 如果发现未来的亲家 总是试图操纵一切 那可得三思了 毕竟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 不是吗 观点三 缺乏诚信的家庭 诚信是人与人交往中 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一个家庭里谎言连篇 那么信任的基石就不存在了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孩子 可能会习惯性地说谎或者隐瞒 这对婚姻来说是个定时炸弹 婚姻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 没有信任 就如同建防于沙上 风一吹就倒 咱们要教会孩子们 真诚比什么都重要 选择伴侣时 对方及其家庭的诚信度 不可忽视 观点四 缺乏责任感的家庭 责任是成年人世界的关键词 有些家庭里 成员间互相推诿 不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 这样的环境培养出来的孩子 可能在面对生活困难时 会选择逃避而不是面对 婚姻意味着共同承担责任 无论是经济压力 还是生活琐事 如果对方家庭成员间责任意识淡薄 那么将来你们的孩子 可能会承受双倍的负担 记住 选择一个有责任感的伴侣 就是选择了一个能风雨同舟的伙伴 结语 说到底 婚姻是两个灵魂的相遇 也是两个家庭文化的融合 咱们做父母的不能替孩子过日子 但能帮他们擦亮眼睛 看清楚前方的路 贫穷可以通过努力改变 但家庭的影响却根深蒂固 在择偶的路上 提醒孩子们多观察 多思考 别被表面的繁华迷惑了双眼 毕竟 幸福的婚姻 是建立在相互理解 尊重和责任之上的 别不信 有时候 避开这些雷区 就是给幸福一个最好的开始 常言道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顺人心者不过一二 现实总是如此的残酷和冰冷 道理大家都懂得 但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云云众生 却有很多人孜孜不倦地 执着于追求完美和圆满 不但注定得不到 而且弄得自己精疲力尽 疲惫不堪 人生中从来不存在完美二字 完美犹如水中花 静中月 只存在于想象和虚幻当中 而现实总是和理想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和几乎不可跨越的鸿沟 现实的我们或许出身不够理想 童年的经历不够愉快 甚至是充满了不幸和悲惨 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心理困境 一直挣扎于过去经历所造成的困惑之中 甚至我们不得不用一生来治愈我们不幸的童年 有时候难免感到迷茫 痛苦甚至产生怨恨 现实中的我们或许长得不够高大英俊 不够漂亮性感 总是活在别人评论的眼光和自卑之中 怨天尤人 抱怨父母 为什么没有给我们一副好的皮囊 总是活在对别人光鲜亮丽的外表的羡慕极度恨之中 日复一日 没有一天的好心情 现实中的我们更有可能是不够聪明 学习成绩极差 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 更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目前正在拿着微薄的薪水 从事着不喜欢的甚至是讨厌的事情 心底产生了极大的落差感 不性感 自爱自怜 生活中还有很多的无奈还必须接受的现实 比如不太健康的身体 不幸福的婚姻 不和谐 但逃 又逃不掉的人际关系等等太多不如意的方面 是的 这就是现实 现实从来都是冰冷而真实的 是你每天一起床就要必须面对的 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必须面对 彻底逃离和解脱那只是死人的事情 其实 我们的生命过程中 真正束缚住我们 求困住我们 让我们整日忧心忡忡 悲天敏地 无法快乐的 从来不是真正的现实 而是我们一直没有从内心深处 接受这个现实 我们反而是对现实看不清 想不透 一味地从心底去抵触 去幻想 如果不是这样 而是那样该多好 执拗地想去以自己微小的力量 去改变那些不能改变的现实 接受现实 从来不意味着放弃努力 放弃理想 而是让我们活得脚踏实地 从实际出发 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面对铁一般不可改变的现实 我们何必那么执着地去做那些无用功呢 小时候的生长环境 岂是我自己能决定的 容貌 身高 天资 家境 还有我们生命中遇到过的那些人 那些事 等等这些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 我们不要从心底生出浓浓的厌恶和排斥 这只会让你心生不满和憎恨 从而忽略了当下的生活 错过现在可以得到的美好 接受了现实 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放 接受了现实 我们才能够活出真实的自己 我们每个人这一生注定有些东西是得不到的 同时也注定有些东西是不得有要的 接受真实的存在 然后最大可能地活出真实的自己 绽放出自己生命的色彩 这才是我们的朴素的 而又实用的人生哲学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活在当下 活出自我 与快乐结缘 人老了 就像那秋天的树叶 虽然还挂在枝头 但已不如夏日般生机勃勃 有时候 真的会觉得生活平淡无奇 像一杯白开水 没了滋味 偏偏这时候 生活又喜欢开些玩笑 观点一 人算不如天算 人一上了岁数 心里头的事就多了起来 年轻时的冲进慢慢淡了 取而代之的是 对未来的规划和担忧 我们总想着 把每一步都走得稳当 生怕一个闪失 就把精心编织的生活蓝图 给搅黄了 可是 人算不如天算 有时候 命运就像个淘气的孩子 天爱在你最周密的计划上 开个小玩笑 让你措手不及 这不 你刚安排好退休后的旅行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就让你不得不取消行程 躺在床上反思人生 这种时候 你才真正体会到 再完美的计划 也挡不住命运的一技重拳 观点二 身体的叛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但随着年岁的增长 这本钱似乎越来越不精化 因为时间是公平的 对每个人都是24小时 他不会因为你老了 就对你手下留情 咱们都知道 年轻时身体就像弹簧 弹跳自如 到了老年 这弹簧似乎生锈了 不再那么听话 哪怕在小心保养 也难以抵挡岁月的侵蚀 时不时闹点小毛病 哪怕你小心翼翼地保养 定期检查 该来的还是会来 一场大病 足以让你之前的所有努力 付诸东流 生活节奏被打得七零八落 一次小小的跌倒 恢复起来也比年轻人慢得多 因为身体机能确实是在走下坡路 无论你多么小心 身体终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不是人力所能完全掌控的 观点三 生活的捉弄 人老了 总喜欢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生怕出什么乱子 家里东西要放得整整齐齐 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生怕一个疏忽 就打乱了生活的节奏 可是 生活偏偏不按常理出牌 你越想控制 它就越给你出难题 今天是家里的水管突然爆裂 明天可能是老伴的救急复发 后天又不知是什么意外等着你 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 让你不得不承认 生活远比想象中复杂 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观点四 天灾人祸 生活的大考题 自然灾害 重大车祸 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 让咱瞬间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因为这些意外 让咱知道 生活中有些东西 是咱们控制不了的 让我们深刻体会到 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是多么渺小 因为这些意外 打破了我们对安全的幻想 让我们意识到 生命的脆弱和世界的不可控 但换个角度看 这也能让咱更加珍惜每一天 毕竟 明天和意外 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 结语 既然事与愿违 不如顺其自然 所以啊 老了以后 不如学会顺其自然 不是说放弃努力 而是要学会 接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懂得事实放手 或许会发现 有些事情 越用力抓 反而越容易失去 因为生活有自己的规律 就像那四季轮回 你急不来 也挡不住 咱们能做的 就是学会放手 顺其自然 当你不再执着于 每一件事 都要完美无缺 不再强求 每一刻都要按部就班 你会发现 生活其实也没那么糟糕 顺其自然 并非无所作为 人生 最难的就是放下 最重要的也是放下 最近认真地阅读了 宋莫写的这本 《关于红衣法师》的人生智慧 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 心中涌出无限的感慨和感悟 因此选择和大家分享一下 以求共勉 人的一生 说到底就是以出世的心 去过入世的生活 我们总是要学会真正的放下 放下过多的欲望 放下心中的贪 撑 吃 慢移 和颠倒梦想 以及各种各样的想法和念头 人的一生 谁能够更早地懂得放下 谁就可以让自己的一生 活得轻松自在 正如红衣法师悟道的那样 人生 没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 我们的一生 所有的遭遇 都是机缘和和下的产物 原来则聚 原灭则散 该走的就让他走 该来的就坦然接受 不纠结 不留恋 不挣扎 不执着 随遇而安 随缘而止 对于人生来说 放下 是最好的解脱 原谅 是最慈悲的救赎 一人 如果走不出自己的执念 走到哪里都是囚徒 云云众生 又有多少人 是一直活在自己的心灵牢笼之中 甚至到最后都得不到自由和解脱 人生本是红尘中的匆匆过客 因此我们又何必心中有千千节 每次当我们焦虑烦恼的时候 不妨去看看红衣法师的文字吧 我们的内心一定会多一些安静和透彻感悟 人生最极致的清醒 就是要允许自己不完美和命运的缺憾 少去苛责自己 更不要去苛求别人 而人生的精彩 也莫过于真诚 善良 大度 从容 淡定 放下 放过 原谅 人生 说到底 就是一个不断经历和修行的过程 我们的一生 都在不断地告别 和过去的自己告别 和身边的亲人朋友告别 和爱恨情仇告别 和过去的时光告别 当我们一旦学会了放下 就会懂得了随缘 就会真正地看透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生死寂灭和机缘忌讳 从而让自己的内心达到最大的通透和极致的豁达 烦恼天天有 不简自然无 读红衣法师的文字 能让人清醒 能启迪我们的智慧 更能浮去我们心灵上的灰尘 就像于敏洪说的 前半生羡慕红衣法师 后半生佩服她的格局 跟着红衣法师的文字 去感受她的内心世界吧 这会让我们的内心更加豁达平和 同时也让我们学会 如何和自己友好相处 和这个世界和谐共存 加油 共勉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做人难 难做人 做好一个人 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的一生 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这在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态度 和所遵从的做人准则 善良 诚信 舍得和谦让 就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做人准则 也是人性之中最美好的品质 做一个善良的人 这是我们做人的底线 更是我们每个人 之所以能够称为人的根本原因 行善者 福虽未至 或以远离 作恶者 或虽未至 福以远离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于秧 这些古语都说明了一个人形善良之举的重要性 很多时候 善良和邪恶所带来的后果 并不是马上显现出来的 但或早或迟 终究会对一个人 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正所谓不是不报 事后味道 内心保持善良 对人抱有怜悯之心 懂得感恩 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和灵魂上的皈依 同时也才能够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善良 并不意味着软弱和盲目的爱心泛滥 我们要做一个理性而善良的人 千万不要像东郭先生那样与狼为善 最后反而是害了自己 诚信为本 唯有诚信才能够行稳致远 不讲诚信 不足以为人 也不足以诚事 无论在生活中 还是工作中 讲诚信 都是第一位的 没有诚信的人 永远不会真正地获得别人的信任 也不会被人为以重任 说到做到 是一个人最起码的做人标准 也是工作事业得以发展的基础 古往今来 凡是能有所成就的人 没有一个不是讲诚信的 那些耍小聪明的人 可能暂时会获得一些眼前的利益 但是到最后 终究会落得一个重叛亲离 形单影之的后果 做一个诚信之人 一定会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福气和美好 人生是一个舍与得的过程 我们无时无刻 不再面临着各种选择 同时也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得与失 做人要懂得舍 只有敢于舍的人才能够得到更多 斤斤计较和一毛不拔者 注定不会得到更多 有舍才有得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而朴素的道理 但是就是有很多人的眼中只能有得 不能有舍 这样的人注定是一个小格局 低境界的人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舍哪来的得 没有投入何来产出 所以我们要舍得去舍 敢于去舍 敢于付出和投入 才能够在收获的季节得到更多 懂得谦让的人 拥有大智慧大胸怀 明是礼之进退 一指书来之未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金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首七言绝句出自于清朝时期的张英 这首诗的来源是这样的 清代康熙年间 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 在宅基的问题上发生了很激烈的争执 因两家宅地都是祖上基业 时间又久远 对于宅界谁也不肯相让 双方将官司打到了县衙 但是又因双方都是官位显赫 名门望族 县官也犯了难 谁也不敢得罪 因此不敢轻易了断 于是张家人千里传书到京城求救 张英见信提笔写下了刚才提到的 那首著名的诗 张家人见此诗豁然开朗 退让了三尺 吴家见状深受感动 也让出三尺 形成了一个六尺宽的巷子 一个懂得谦让的人 才是心胸大肚之人 也才能够不被繁杂知识和迎头小利 而蒙蔽了双眼 同时也才能够省去很多的麻烦和灾祸 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 进一步投破血流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这一辈子 做一个美好的人 拥有一颗闪光的心灵 就是最大的成功 即使我们很平凡 很普通 也很渺小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用善良 诚信 懂舍的 只谦让这把尺子为标准 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 人这一辈就是一个修心 修德 修信的过程 我们都在自我修行 和自我精进的路上 奋勇向前 要坚信在一个不远的未来 我们终究会遇到一个 更加美好 更加理性和温暖的自我 咱老百姓常说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可要是这宝年过九旬还健在 有时候 做子女的心理 也难免犯嘀咕 这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零一 经济压力 为啥先提经济压力呢 你想啊 父母都九十多岁了 身体肯定不如年轻时候硬朗 看病吃药 那是家常便饭 这一药费用 就像个无底洞 不停地往外掏钱 再加上生活上的各种开销 比如吃得得营养 用得得舒适 这都得花钱 这能逼着子女 想方设法去多挣钱 说不定还能逼出个大事业来 就像那句话说的 压力就是动力 为了给父母一个安稳的晚年 子女可能会更拼命工作 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可经济负担太重了 子女自己的小日子 可能就过得紧紧巴巴 孩子上学 自己养老的钱 都可能拿不出来 甚至得四处借债 经济压力确实不小 但钱这东西 挣多挣少 尽力就行 重要的是那份心意 不能因为怕花钱 就不管父母 百善效为先 哪怕日子苦点 也得让父母过得舒心 零二 精力消耗 为啥要说精力消耗呢 照顾高龄失能的父母 那可不是件轻松事 白天得上班挣钱 晚上还得伺候父母吃喝拉撒 整个人就像个不停转的陀螺 一刻也不得闲 虽能锻炼子女的耐心和责任感 让子女变得更能吃苦耐劳 经历了这些 以后再遇到啥困难 都能扛得住 子女自己的身体可能会累垮 没有时间休息和放松 精神压力也大 时间长了 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容易出问题 精力有限 但孝心无限 可以找兄弟姐妹搭把手 或者请个可靠的保姆帮忙 分担一些压力 就像俗话说的 众人时柴火燕高 大家一起想办法 总能把父母照顾好 03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父母九十多岁了 子女也都不再年轻 有时候 子女可能先走一步 留下年迈的父母 伤心欲绝 父母在有生之年 还能多感受子女的关爱 子女也能尽小 这种生离死别 对父母的打击太大了 他们可能承受不住这样的痛苦 觉得活着都没了盼头 生死有命 谁也没法预料 但在活着的时候 子女要多陪陪父母 让他们的晚年少些遗憾 树欲静儿风不止 子欲养儿亲不待 别等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04 儿女也倒需要养老的年纪 父母九十多岁 子女自己也差不多六七十岁了 也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照顾父母的过程中 自己也能提前适应老年生活 积累一些经验 坏处是 自己身体也不好 照顾父母力不从心 两边都难顾全 这时候就得靠一家人团结互助 可以和孙辈商量商量 大家一起出力 老话说得好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一家人齐心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5 生活不能自理的无奈 很多高龄的老人 很多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吃喝拉撒 都得靠子女帮忙 子女在照顾的过程中 能更深刻地体会到 父母当年的不容易 从而更加珍惜亲情 这对子女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 不仅身体累 心也累 这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谁都有老的那天 能照顾就尽量照顾 实在不行 也别太勉强 可以寻求帮助 父母养你大 你养父母老 再难也不能丢下父母不管 说到底 父母年过九旬还在 对子女来说 福获相依 重要的是 咱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们 让他们安享晚年 也给自己的人生 一个圆满的交代 生而为人 毕竟与草木鱼虫不一样的 所以注定了 我们这一生 是一个心灵与智慧 共同提升的过程 而人品就是衡量 一个人综合素质 尤其是道德品质的 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其实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都在折射着 我们的人品高低 而对于金钱的态度和立场 往往是衡量人品 最准确的标识 所谓钱品如人品 此言不虚 孟子 腾文公张巨下中 有一句话 富贵不能饮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位大丈夫 这句话 足可见 古人在对待金钱富贵时 所坚守的节操 是多么的高洁和坚定 我们的一生 总少不了金钱和物质 但是对待财富和诱惑时 所体现出来的态度 却有着极大的不同 人品好的人 会踏踏实实地去挣钱 从不会异想天开 也不会投机取巧 这样的人 即使发不了横财 也会过得心安理得 问心无愧 而那些人品有问题的人 总是试图走捷径 钻空子 到最后 很可能是竹篮打水 甚至锒铛入狱 最近在朋友圈流传着一句话说的是 成年人 请大放谈钱 是啊 成年人的世界是一天 也离不开和钱打交道啊 而对待钱的一出一入 一借一环的态度 却无时无刻不体现着 一个人的人品 那些生意厂商的老赖和朋友之间 因为金钱产生的纠葛 都无一例外地折射着 我们的人品和德行 我们总是时不时地感慨 人心不古 事风日下 其实就是因为放低了 对自己品德的要求 才让自己一步步地滑向阴暗 和不堪 三毛曾经写道 世上的喜剧 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 世上的悲剧 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 由此看来 如果我们不具备 驾驭金钱的品质 金钱往往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而不是幸福 因为金钱会让我们内在的贪欲 甚至是邪恶得到几何倍数的增加 这个时候 我们拥有的金钱越多 就越会走向罪恶的深渊 金钱 他的能量是正还是负 真的取决于支配他的人的人品和素养 钱品如人品 懂得了这句话 会让我们在生活中更能够看透一个人 也会更好的在物欲和心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无需抱怨自己的金钱不够或者命运不好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看一看自己的内心 问一问自己 我们是否是一个真诚友善的人 又是否是一个诚信待人 他是做事的人呢 始终相信 如果我们的人品是无庸置疑的 我们一定会因为努力和真诚 而结识到属于自己的贵人和好运 也会在收获财富的路上越走越顺 越得越多 谈钱难免让人感觉俗气 也不免给人带来一股铜锈味 但是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喜欢还是不喜欢 事实就摆在那里 掩耳盗灵片的只能是自己 而不是别人 不面对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一种懦弱和逃避 生活的阅历和人生的经验 可能已经让我们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那就是男人的所谓尊严和女人的美丽 其实都是用金钱堆出来的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是一个千古不灭的真理 更是现实生活中的铁律 成年人不但要大放自然的谈钱 更要懂得去磨练挣钱的本领 和学会好好理财 当一个人没有一定的实力和财富的时候 最好学会踏踏实实 默默无闻地去努力奋斗 甚至不要太在乎那些所谓的自尊和脸面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 是没有资格谈什么尊严的 这句话可能听上去有些刺耳 但却是血淋淋的现实 我们不得不认也不得服 钱 永远是我们必须直面的一个人生课题 也是我们生活之中永远无法绕开的话题 男人也好 女人也罢 要想活得有尊严有价值 其实还得是好好挣钱 干出一番事业 至少要混出一个样子来 工作没有高低贵贱 也没有什么体面和不体面之分 哪怕是修自行车的 也可以干成大的店面 卖煎饼的 也可以做成连锁 关键是我们要能够给自己定好位 选好方向 真正地做到知行合一 脚踏实地 一个人最怕的是这山望着那山高 而不是踏踏实实地专注于一件事 总是心缘一马 异想天开 如果这样 就会注定一辈子不会有任何成绩 更何谈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肯定呢 其实不光是我们人类 动物的世界也是这样 永远是强者 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尊严和地位 所以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是 首先去强大自己 增长本领和能力 如此才能够获得 那份源自内心的自信和底气 弱肉强食 不但是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 我们人类亦是如此 所以无论是小到我们个人 还是大到一个国家 都要时时刻刻地努力提升自己 和强大自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尊严 和别人发自内心的敬畏 我们要告诉自己 生活中每一刻都不要虚度 都要勇敢地走在自我精进 和不断充实自己的路上 这才是人生最美的样子 加油吧 朋友们 不论是为了我们自己 还是为了爱我们 以及我们所爱的人 为了给自己和他们 多争得一份尊严和体面 撸起袖子 鼓足勇气努力地去奋斗吧 在最应该拼搏的年纪 一定不要选择安逸 否则 你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刻 因为之前的懒惰和怯懦 而悔恨不已 垂胸顿足 真心的祝福 阅读到这篇文字的每一位朋友 都能够活出一份自信 拼出一个未来 给自己和家人 一份体面的生活 和满满的尊严 人的一生 总是一个慢慢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而这种成长和成熟 会体现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岁月的洗礼 我们慢慢地退去了儿时的天真 慢慢变得稳重甚至深沉 这是一种成熟 也是一种无奈 成年人的世界 不允许我们太过天真率性 喜怒不行余色 听上去似乎是会觉得 有那么一点死板 甚至是故作深沉 其实却是一种处世哲学和人生智慧 很多时候 我们只能把喜悦藏在自己的心里 不能肆意地展现出来 因为我们要顾及别人的感受 要知道每个人都是有妒忌心的 如果你太高兴了 甚至是陶醉于自己的美好 那必然就会在无形中 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心 当我们不高兴 甚至是有怒火的时候 也只能压制住那份火气 不能随意地发脾气 很多事情 就是因为一时的怒火中烧 而弄得无法收拾的 喜怒不行余色 是一种明哲保身 也是一种冷静和隐忍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 那些看得上的 或者看不上的 喜欢的或者憎恶的 其实也没必要挂在嘴上 心里明白就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 和价值取向 人和人本来就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在别人面前 说出自己的好恶 尤其是关于人的 我们喜欢谁不喜欢谁 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说与他人不但没有什么好处 只会增加矛盾和不必要的麻烦 在人际交往中 不谈论好恶 不是诚服多深 而是懂得分寸 活得明白 人的一生 注定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的是大事 有的则是小事 大事不糊涂 小事不放在心上 才是一个人的大智慧 大格局 当我们面对人生中 那几个关键的大事的时候 万万不可随意做决定 更不可轻率行事 要懂得三思而后行 而面对生活中那些小事的时候 大可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我们的生活中大部分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如果都放在心上的话 那我们将会活得非常的疲惫 也会耽误了我们去把宝贵的精力 投入到那些正式当中 人生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生活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一切取决于我们的心态 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每个人的好恶 还有那些注定无法回避的大事小情儿 都是我们人生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如何面对这些 心态不同 就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和心情 喜怒不行于色 好恶不言于口 小事不挂于心 才是最好的处事心态和生活态度 愿我们每位好朋友都能够牢记这三点 活得通透明白 自由自在 老人活到九十多 对儿女是好是坏 在咱们平常的日子里 总说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可真等家里老人到了九十多岁的高龄 这到底是给儿女添了福气 还是带来了些麻烦呢 这个问题呀 就像手心手背都是肉 两面都有理 得好好说道说道 时间不等人 一晃眼 爸妈都成了村里的老寿星 九十好几的人了 身子骨还挺硬朗 这本是喜事 儿女脸上有光 街坊邻居也羡慕 可话说回来 这长寿背后的酸甜苦辣 只有家里人心里最清楚 观点一 儿女也倒需要养老的年纪 咱们这批人啊 自己也五十好几 六十出头了 眼瞅着也该想想轻浮了 可爸妈还在 咱们就得继续挑起照顾他们的担子 自己这把老骨头 也开始这儿疼那儿痒的 有时候真是力不从心 你说 这时候是该自己先些口气呢 还是继续紧绷着神经 年轻时候 咱们批了命地干 想着将来能给爸妈一个安逸的晚年 也给自己留个舒坦 可真到了这个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边是日益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 一边是自己也需要开始考虑养老问题 这中间的平衡难找啊 观点二 长期照顾失能老人是折磨 要是爸妈身体还行 那还好说 可万一哪天生了病 或者身体机能退化 生活不能自理了 那这照顾的重任 可真不是一般的种 日复一日 夜复一夜 身心的疲惫 还有那份无奈和无助 真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这种情况下 长寿对子女来说 成了一种说不出口的负担 长期的照顾 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消耗 更是精神上的考验 它会影响到咱们的情绪 甚至心理健康 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也可能因此产生摩擦 有时候 看着老去的父母 自己也会忍不住想 这样的日子 何时是个头 观点三 老人活得太久 未必是好事 这话听起来可能不笑 但事实就是这样 人都有生老病死 自然规律吗 老人如果活得过于长久 特别是生活质量不高的情况下 对他们自己 甚至对子女来说 都可能不是一件完全的好事 观点四 负担加重 生活的考验 经济压力 这是一提起来就头疼的事 老人年纪大了 医药费 护理费 哪一样都不是小数目 咱们这代人 上有老下有小 自己的养老金还得攒着 这负担 一言难尽啊 有时候 看着存款一点点减少 心里那个急呀 观点五 长寿是福 温暖的依靠 当然了 话又说回来 能有父母在身边 那种家的感觉 是谁也替代不了的 逢年过节 一家子围坐一起 听爸妈讲过去的故事 那种温馨 是多少钱 也买不来的 老人在 家就在 这份依靠 是咱们的根 结尾 总而言之 父母年过九旬还在 是福也是祸 关键看咱们怎么去理解 如何去应对 说到底 这是一份爱的传承 是生命接力赛中的一棒 如果能把这当成一家人共同的修行 多一些沟通 多一些理解和分担 那么这份长寿的礼物 就会变成全家人共同的财富 毕竟能陪父母走得更远一些 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 咱们得学会调整心态 利用好社会资源 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 毕竟只有咱们自己健康 才能更好地照顾好父母 享受这难得的天伦之乐 所以别怕麻烦 也别怕困难 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 让爱延续 让幸福常在 生活中的我们 我想没有谁不想过得幸福快乐一些 不想取得一些成就和成绩 而如何获得这些呢 很多人都在想 也都在努力地去做 然而事情往往都是那么的事与愿违 现实也总是显得那么的骨感 冷峻 我们的想法并没有错 错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 人生的一切幸福 如果我们要想获得 都需要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 有的时候幸福就在那里 但是我们总是视而不见 或者与之擦肩而过 浑然不知 或者有的时候幸运地抓住了 却握不劳 抓不久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溜走 跑掉 而更可悲的是 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得到 获取幸福和成功的那把钥匙 实在是令人唏嘘 人生的幸福和成功 一半靠争 一半靠随 那些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 我们可以驾驭的 我们一定要去争取 即使艰难险阻 也要克服重重困难去争取 去获得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 没有任何人给得了我们想要的幸福 即便是有些人极其的幸运 有一堆黄金摆在面前 那总也得需要伸伸手去拿起来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美好 如果离开了我们的争取和努力 都不会轻易地获得 更不会长久地拥有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平凡 既没有超长的智慧 也没有百变的魔法 这也就注定了 我们这一生能够拥有的东西 一定是有限的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 但是我们自己 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和智慧的心灵 很多时候我们要的太多 反而一无所得 不认命 不随和 也许看上去是一种执着 其实一种愚蠢和执拗 在我们的周围 总是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不和任何事情妥协 即使是头撞难强 头破血流 也坚决不回头 这样的人 即使是胸怀大志 执着努力 最后也不一定能够达成所愿 更可能的是被现实打击的怀疑人生 自爱自怜 怨天尤人 甚至到最后会自暴自弃 在我们努力奋斗 执着于争取的同时 随恰恰是争最好的伴侣 懂得随的人 会在争的同时 能保持一份清醒和妥协 当有些事情不能够尽人心意的时候 随和以及顺随的心态 能够让我们避免执拗 很多时候 恰恰是我们的放手和退让 才能够换来意想不到的柳暗花明 和峰回路转 人的一生 总是在一边争又一边随的过程中 获得应有的幸福和快乐 也总在这一舍异德之间 收获着属于自己的果实 我们不是不执着 也不是不努力 而是我们懂得了收放自如 宜然自得 生活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争取 一半是顺遂 情绪价值是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太清楚 甚至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而情绪价值 对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又是什么 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首先关于情绪价值的含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能够让你在情绪上 引起比较大的波动 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 积极的或者消极的 都是情绪价值的具体体现 重视自己的情绪价值 把关注点从对外界和物质的过度关注中 转移到对自己情绪的管理上面 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怎样拥有高情绪价值呢 科学家和医学上的研究表明 不良情绪状态会导致多种身体疾病的发生和恶化 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 有助于身心健康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高情绪价值的人 同时也给身边的人带去好的情绪价值呢 一 情绪稳定 情绪稳定不是说情绪没有丝毫波澜 而是不会因为一些琐事 引发过于强烈的情绪反应 且在遇到重大事件和变化时 能够较好的控制和合理表达自己的情绪 情绪不稳定的人 犹如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炸了 而情绪稳定的人 总是可以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平静理性的状态 欲是不慌不乱 从容应对 二 学会好好沟通 好的沟通是真诚地表达彼此 是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彼此的角度看待问题 从而通过相互的信息传递和情感交互 达成彼此的理解和共识 在沟通交流中 首先要积极倾听对方 并恰当做出反馈 三 学会欣赏和赞赏 每个人都有被认可和肯定的内在需求 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和不足 总是盯着他人的缺点 会让对方下意识进入防御模式 也会让自己对所有人产生一种消极的认知 所以 与人相处应尽力挖掘对方的闪光之处 学会欣赏对方 多说一些鼓励和肯定的话 就会产生一系列美妙的连锁反应 四 学会就是论事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上 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而能够以客观理性的态度 专注于事情本身 这才是最有效率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是让我们远离情绪困扰的最佳方式 珍惜自己的情绪价值 同时给别人带去一份美好和温暖 如果能做到这样 那么我们的一生一定会过得意义生辉 情绪价值 这个词也一定会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知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也是人类不断提升自我 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加油 共勉之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游游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攘攘皆为力往 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钱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也是永远无法回避的存在 无论是谁 在他的生活里都不可能真正的离开一个钱字 哪怕你在清高 在脱俗 一日三餐 一时住行 哪一样不是在和钱打交道 所以成年人谈钱不丢人 不俗气 也更不会显得有多楼 钱是真实生活的体现 喜欢钱更是饮食男女的天性 食色性也 君子也爱财 这都是生而为人的自然属性 成年人不必假装不爱钱 其实一切都已经写在了脸上 处于现在的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功利和欲望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去争取更多的钱财 这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 也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对物质的追求 因而才拥有了不断向钱进步的动力 钱乃身外之物 钱也是必须之物 追求财富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权利 也是整个世界繁荣昌盛的原动力 韩信带兵多多益善 钱财是不是也是越多越好呢 当然 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拒绝更多的钱财 也没有一个人会怕钱扎手 在这个世界上 经常听人说因为钱少而烦恼 因为钱多的花不完 而烦恼的人真是不多 在理论上来说 钱财肯定是越多越好 然而有个道理我们也一定要懂得 那就是德不配位 必有栽秧 人不配财 必有所失 如果我们自己的修养和德性不够的话 太多的财富还真的未必是一件好事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周围的人 一定会发现一些因为突然报复而迷失了自己 甚至放纵堕落的人 我们喜欢钱 但是更要懂得如何去驾驭财富 万万不可被金钱和欲望所驱使 不论我们拥有了多少的金钱 要知道我们永远是金钱的主人 而不是他的奴隶 金钱因为被我们用到正确的地方 而发挥他真正的价值 如果我们的心性被金钱所诱惑和控制 那么我们就将失去真正的自我 甚至活得只剩下金钱 再也没有其他的美好了 这是非常可悲 可叹的一件事 不沉迷于金钱 更不被其所奴役 才是一个人面对巨大财富时 最清醒的认知 成年人 请大放谈钱 努力挣钱 好好用钱 钱 注定会融入我们一生的生活之中 无论是去挣还是去花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内心的那份理性和坦然 那么我们就能够在这个物欲横流 繁华似锦的世界中 既享受到金钱带给我们的美好 又能够坚守住心底的那份宁静 以及做人的底线和原则 最后 祝愿我们每一位朋友 都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收获满满 获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丰收